首先呢,感谢昨天四十几位大佬对我的支持 谢谢各位老板 还要经常给我一键三连的兄弟们 祝你们日日做新娘,夜夜混新娘 然后呢,今天主要是教你们如何去热身我们的手腕还有肩关节 因为这两个部位的话是对我们儿挺的复合力啊 承受压力是比较强的两个关键部位 然后呢,今天主要是教你们如何去活动我们的手腕和肩部 所需要的一些细节和动作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 首先呢,教几个我平时经常用到的热身手腕的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的话主要是双手十指紧扣 旋转,慢慢旋转 那的话左右的立式相悟的 慢慢旋转一般十五秒到二十秒左右 然后第二个动作的话和这个是类似的 就是也是十指,双手十指紧扣 往下压 手要打直,看没有 手臂打直往下压,慢慢的 慢慢的往下压 然后我们的手腕 慢慢的 倒直下压 这个来回过程的话也是做十到十五个就OK 然后的话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 把我们的十指,中指,这手指往后放 类似于我们反手脱成反手而挺的 手放置的位置一样 往后 身体往后打平 看没有 往后慢慢拉 靠这个背部看没有 这个背部 慢慢往后拉伸 往后拉伸 记住不要来回一直冲着 慢慢的往后拉 手臂要打直 感受 手腕 发力 慢慢的 维持十五到二十秒左右 然后第三个动作的话 也是类似于第二个动作这样 是我们的手背 用我们的手背 相对着 整个手背下压 不要跳拳 不要这个跳拳 要整个手背下压 整个手背下压 然后它的细节就是 就是要往前一点 往前压一点 对不对 要往前压一点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往后 就是要往前 往前慢慢的 伸作 维持 也是十五秒到二十秒左右 整个手背 往下压 维持 然后以上这几个的话 就是热身到我们手腕的动作 然后呢 热身我们的肩前束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的是我们的手心和手肘 都是要面向前方的 然后的话 这个手心放置的位置 大概是与肩 从一个三十度角左右的位置 然后的话可以找面墙 或者柱子都可以 或者弹力带都行 它的动作是相同的 就是靠我们肩前束 往前面顶 然后身体的话 要这边身体要跟着撤 撤过来 然后再收缩 再顶 收缩 再顶 收缩 顶 收缩 这个动作的话 做十五个来回左右就OK 以上的话都是一些我个人经常用到的热身运动 希望的话能对各位有所帮助 然后的话我们下期前下期的话 带大家一起来练习 我们练合体的团伸和冲间束 手掌手肘的团伸位置